魏咖君厨来了金童玉女夫妻档 他们是文体联姻 一位是曾经叱咤赛场的平衡王子 一位是曾经绽放舞台的舞蹈宣子 部队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荣光与梦想 家庭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浪漫与温馨 孩子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快乐与烦恼 王浩携妻子严柏牙与您相约本期魏咖君厨 当然还有周大厨的山湖鱼等着您 作家有常美味聊人生 大家好我是周伟 这里是魏咖君厨 今天要请来的这一对嘉宾了不得 那是一对金童玉女 也是文体联姻的一对夫妻 有请我们的王浩和小雅闪亮登场 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好 王浩著名乒乓球运动员 曾多次获得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现为八一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 严伯雅王浩的妻子 今天夫妻俩出现在我们魏咖君厨 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平时在家里喜欢厨艺吗 平时我们两个人做饭很少 但是偶尔也简单地做一下 那那基本上谁来担当这个做饭的这个责任呢 基本上小雅就多一点 是吧 对 我是属于轻易不下厨 但是一下厨还可以 对 它味道比我好 对 轻易不如闲山露水 我实话实说 因为有好几年没见过 能看得出来 他最近的这个变化 可能和你的厨艺有关系 对 有点发福了 主要是这个饭做得好 饭做得好 奥运会马上又要开始了 我不知道现在备战情况怎么样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作为教练员了 作为我们这个部队上的运营员 陈冲 他这个而且是在这个竞争的行列里头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帮助他 这种去备战 包括跟国家队的这些 其他的运营员 像赵吉哥 马鹏 徐欣 在一起在这个备战 因为以前的时候 自己做运营员 都是经历像要去参加 这种比赛的这种感受 在现在的话是反过来了 要作为教练员 要去帮助他们 又要考虑全局了 担子更重一些了 小雅这是第一次见面了 非常清秀的一个姑娘 我知道原来是搞舞蹈专业 是不是也是因为支持她 支持她的事业 咱们放弃了舞蹈 有一部分这个原因 有一部分 你看 现在不光我们放弃了本专业 还每天家里给你做饭 你看你还不好感谢 感谢人家 遗憾不遗憾 要说遗憾肯定多少有点遗憾 但是呢 为了那个我爱人的事业 还是值得的 再加上现在因为有了孩子嘛 所以就是作为母亲 我觉得两方兼顾肯定是很难 没错 没错 两位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 给观众朋友 我准备的是糖醋排骨 哇 好实在的一道菜啊 糖醋排骨 小雅呢 西红花场虾仁 绝配啊 这两道菜啊 不愧是夫妻俩搭配的 特别特别有营养啊 特别特别有这种视觉的感觉 那么既然是要厨艺 我们要一个现场比拼呢 还要请出我们的为他大厨 我们的周少强 周主任 闪亮出场 幸会幸会幸会 哎呀 难得难得 周少强 空军烹饪技术培训基地 烹饪教研室主任 上校军衔 中国烹饪大师 高级技师 荣获第五届世界大赛两项金奖 荣获第六届全国烹饪比赛两项金奖 来来来 我得给你敬个礼 好 为什么呢 他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部队 那么多辉煌的成绩 对 太难得了 而且是我的偶像 那当然了 我也会一下两下 三下不行了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国球 应该说 全民运动 我的偶像 所以大家对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的 尤其是世界冠军 那都是刮目相看 最后这小夫妻俩 谁能够渗出 成为今天的魏咖新星 就看周主任的评判了 来 各就各位 好吧 好 西兰花炒虾仁 对糖醋小排骨 夫妻党PK 现在 开始 各位老师你看 这边用到了西兰花 西兰花 西兰花我一般都在家 会用那个水泡 盐水泡一下 对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 那个关子 你知道泡是为什么吗 泡是因为把它里边 那个潜在的一些个杂物 和不好的东西把它给 拔出来 是吧 我们叫我们老家 天天叫用盐水 拔一拔 对 它有些小虫子呀 在里头 盐水一泡 对 那就出来了 对 西兰花营养 非常丰富 用不了 您懂营养 不是 我觉得那个 现在有孩子嘛 我觉得什么都得 怕有农药啊 有什么这个 这个女人呢 一旦有了孩子 她就自己就 就天然的就要会 吸收很多知识 这边也是开始 开锅烧水了 你这是要 我现在要先把这个牌 我现在先煮一下 也是要先焯一下水 去一去血水 一荤鱼素 荤素搭配 还有海鲜 而且都是非常有营养的 一个食材 姑娘一直就是 用刀来做这个 蟹蛋花吗 就是盖刀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用手掰 没常识不用手掰吗 有时候也用手掰 我觉得用手掰 可能那感觉会更好一点 是吗 你看你这一切吧 有好多这种 小的这种 对对对 就用下来了 我就是上瘾 就是我看别人做饭 我总想上前 是的 天生就当厨子的命 真的 要不你 我同行二十多年了 咱俩同性四十多年了 好不好 是啊 好好好 这边排骨要下锅了 我看一看 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运动健将 我们的世界冠军 做排骨 头一次看吧 你看这筷子多稳 跟拿乒乓球拍是 有关系吧 我觉得这句话捧得有点假 筷子拿得稳 这也要表扬一下 你看夹得多好 要夹乒乓球能夹不 那咱不知道 那咱不知道 西南花也操嘴了 你看这两个人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都很安静 小雅是哪里人啊 老贾 我是辽宁丹东人 那是两个东北人 那你们口味应该都是比较相近 对 你注意看他这个虾了 用了一些个调料腌制上了 对 我还熟悉了 有淀粉 有料酒 哎 化妆吗 还要 这怎么 花锅 这有点 怎么一下吧 还有什么 有料酒 有料酒 然后生抽 生抽 淀粉 淀粉 对 OK 西南花变色就可以了 对 少分一变色 因为我 因为家里有小孩 所以我经常就会 焯得特别久 但是焯久以后 营养会流失 是 如果在焯西南花 和这种绿色蔬菜的时候 如果点一点一点的 食物油 或者植物油 它会增加它这个 绿色的感觉 对对对 会亮 准备一会儿出来的时候 给它剪一点 可以了 对对对 好了 西南花已经开始了 进入烹调阶段了 可以 那你再放上来 好 可以 因为它直接下了电粉了 所以下去以后 马上它就会有一个 粘状了 有个芡汁 我能跟你说点 私房话吗 是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媳妇 好像不如你会做饭 为什么 因为她一上手 我就看出来了 就是我感觉还是你 我比较沉稳 你不会 你程序对 她先把那户下里边 你看虾仁一下 也都粘在一块 没关系 又会儿 但是又会儿 我还会说 她做得特别好 就是咱们这不必 行 这个都是过来的 你一定让老婆 就是让她自个儿 觉得做饭特好吃 所以以后你家里边 你负担就会少一点 有的时候 反正给 如果孩子吃过了以后 就给他盛出来以后 有的时候会给他加一点辣椒 他吃什么都特别 他吃辣椒吗 他特别喜欢吃辣的 多大了吃辣椒 不是 王浩吃辣椒 所以就会给孩子的那个东西 盛出来以后 再给他加点辣椒 他特别喜欢吃辣椒 就什么菜都要放辣椒 都喜欢吃辣椒 我们这边已经开始 进入第二个步骤了 油温已经可以了 现在王浩做的是 把焯好的这个小肋排 要裹上一点淀粉 作为它的固 下油要炸制一下 好 油温有点高了 油温有点高了 一下去就会自拉一下 它外表就会 就糊了 对 糊了 稍微小一点 好 可以下 你一下 本身一下食材 油温也会往下降 降低它的温度 我帮你吧 这锅有点沉 没事 我这样弄 我家里的那个锅也是 经常端不动 端不动 就这样 颜色还是不错 你看 红虾仁绿西兰花 荤素大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咸 不会的 没关系 不会的 我口重 因为我在家 这个东西掌握不好 给孩子又要特别大 然后给他们 就要稍微又得重一点 看来还是肉菜 比较费实一些 因为它的程序比较多 所以它轻易不下厨 轻易不下厨 就是说你们家一般就是大菜 都是王浩亲自来做 就平时生活的一些个小菜 是吧 一个日常的饮食东西 都是爱人来做 我能看上这个意思 如果是过年过节了 或者家给来了朋友了 可能王浩就该出马了 我们中国呀 好多地方都是 男士不轻易下厨 下厨 这个菜 惊人 没错 这边已经结束了 这边已经结束了 但是王浩你那边先炸着 没关系 我们可以先品尝一下 因为这个菜这个趁热 好不好 来大师 你来 不不不 大师先请 我吃西南花 你先请 我来个虾仁 我还是对虾就亲有独钟 怎么样咸淡 刚刚好 真的 你真的 咸淡刚刚好 要不给你拿点酱 你再站着吃 不用不用不用 刚刚好 怎么就这么好吃 好啊 我证明发挥 非常脆 西南花 还有虾仁非常的这个 就是 弹牙是吧 不是不是 它这一边是新鲜的虾仁 它有弹性 就弹牙 它不像发好的那个虾仁 它是 它是 它是软的 是的 这个它本身肉 它有一种韧劲 好 哎呀 成功了 我先不管大厨 今天怎么评价 我觉得这道菜 成功了 好 这一片就是当妈的人 宝宝有多大 两岁半 两岁半 所以他说正逃的时候 你老公不愧是世界冠军 人家见过大师年 你看 咱们就这么聊 就这么说 人家就跟旁边没人一样 自己干自己的 你看 就是你能把你再热闹 我该怎么打 我怎么打 我战术不乱 就是你们炒 炒完就炒完 心里不急 是吧 反正咱们今天呢 今天咱们睡觉以前 能吃上就不错 他性格一直这样 就特别淡定 也不是 也不是 他其实有点急性 看不出来 在做菜的时候 就慢下来了 对对对 在打球的时候 也就慢下来了 对对对 平时生活中 就干其他事情 还是比较急的 比较急 比如说出个门 就每天都在催我 这个 这个 这个你不要 这个是男士的一个 我们共同面对的客气 要说出门 这老婆 难了 我有一个窍门 比方说我决定好 我第二天早上 九点钟出门 我会告诉我媳妇 八点准时出发 八点准时出发 你就是告诉她八点 到九点时候 那最后 最后一到工序 还没完呢 给铁画了 然后各种衣服的事 鞋合适不合适 搭配的怎么样 帽子 眼镜 包 不像咱们 这个第二道工序 终于完了 看看这炸到什么程度了 还好 也就是基本上 把表面定的定型 很香 有一种天然的肉香 你看世界观景 就是做每一件事 周到 细子 他们家肯定是比较费水 因为做一道菜 要刷四次锅 你想一想 讲究 我这比较细致 他只要是做 肯定他就比较勇气 你看看 就这一个排骨 你看看 现在这是第三次刷锅了 然后半转厨房纸 已经没了 你还要怎么放心 是不是 东北人 做了两道南方菜 一个辽宁人 一个吉利人 他们是 我觉得应该是 一个猪炖的鸟 一个小的炖蘑菇 就对了 那就不是运动员了 对 对 实际来讲 他是比较喜欢吃 南方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吃 是吧 我吃东西清淡一点 清淡一点 他是比较喜欢吃辣 做菜 这个火候很重要 当然 火候油温 对 我们这个炒番茄酱 一定要小火 慢炒 炒出红油 炒出香味 没错 当时家里边做番茄酱 人有过这种经历吗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夏天西红柿 最便宜的时候 买回来 我们会大量的采购回来 然后装到那个 就是原来老的 那个葡萄糖的 那个瓶子里边 就是细口 大肚子的玻璃瓶子 然后把它灌在这里边 然后把它封存好了 到冬天 市场上没有西红柿了 没有番茄了 再把那个酱拿出来 或者是做菜 或者是做汤 或者是下面 小时我经常干这个 料酒 排骨的做法很多 可以炖 可以烧 是吧 可以砸 可以这个烤 对 可以熏 搁点盐 其实我们俩做菜呢 是我一般不会做的 我就会看上网查 然后按照网上的步骤去做 他不会做的就自己研究 他有创新意识 他反正 他胆子比较大 他胆子比较大 他自己弄 他胆子比较大 好了 好了 这就好了 所以做法可能就别人不在意 这你确认好了吗 好了 金牌排骨就出来了 也还可以吗 我觉得 稍微的火 像刚才主任说的 可能火 就是火前面大了 有点急了 有点急了 对 主任你判定 就是他这个火 就是做的这个市场 排骨内部成熟了没有 应该是熟了 应该没问题 而且他这个肉质应该是很嫩 很嫩 因为翘到了好处 没有说是有烧啊 炖啊 时间那么长 应该是翘到好处 好的 美食出锅 糖醋排骨和西兰华虾仁 端上我们自己的作品 我们到那边边吃边聊 好好好 有请 做佳肴常美味聊人生 欢迎回来 这里是胃咖君厨 我一直有个问题 特别想问你们 在做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会选择 这两道菜 我们就想听一听 这个佳肴背后的故事 其实我以前 不会做饭 做菜 因为我们都是 从小就出来 然后都吃食堂 集体生活 所以不会 然后自从认识他以后 刚好赶上奥运年 一二年 肉他也不敢乱吃 然后我又想让他 营养保证了 所以我就每天基本上都给他做 西兰华炒虾仁 然后再做个汤 我每天给他送去 每天给送去 对 因为他那会儿封闭 就是晚上不能出来 人家封闭 人家没有专业的营养师配餐吗 你要送教练允许不允许 他就是要我给他做 这就是特造 实际也是属于 我们吃运动道 可能吃的 吃多了 太多了 稍微比较雕一点 想换换口味了 换换清淡的 对 因为我们奥运会期间的时候 包括现在的运动员 他们在这个备章奥运会的时候 日常要求比较严格一点 一般像回到家里头 我们肉都不能吃了 那你也很有压力 他要肩负着这么巨大的一个任务 对 但他还好 反正我做成什么样 他都说好吃 那肯定他敢说不好吃 所以里面有感情是吧 那王浩呢 他是当时在这个怀孕的时候 我是因为肯定喜欢男孩嘛 反正他赶上 他说他想吃这个糖醋排骨 我一听 酸儿辣女 我说赶紧 我说赶紧给他这个 实际来讲男孩和女孩 都是一样 但是我一听这个 肯定我也高兴 他想吃的话 我当然会 就是全力 想办法去给他做 其实实际来讲 那会儿我也不太会做 也是第一次去给他做 到后来 妈妈也在学 怀孕的这个女人 我觉得是最 需要关于要关心的 看来老公对你 确实很游戏 很幸福 来咱们趁热 咱们再尝尝吧 好不好 我尝尝王浩这排骨 我也尝一个 我说实话 第一次吃这个番茄酱和排骨 在一起的这个感觉 我们传统的这个糖醋排骨 其实就是糖和醋 后来有了番茄酱以后 好多人就是为了色德好看 还用到了番茄酱 你感觉怎么样 好像发挥了 灌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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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要是为我考虑的 你们他知道我糖尿病 菜肴背后的故事 我们也都知晓了 咱们都是穿着军装的人 我特别想借助我们 为他军厨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聊一聊和 不对亲密接触的故事 首先说小雅 他曾经他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肯定有很多下部队慰问的经历 给官兵演出 就是你能看到他们的那种热情 热情澎湃 觉得很亲切 每一次演完出那个掌声 半天就半天 真是发自内心的 然后我们也会演起来 特别的不一样 演员实际上说的 说的什么话 人来风 因为我也是做这个行 就是人来风 你这个观众反应强烈 这个演员马上 那个情绪调动起来 我特别记忆深刻 什么是我第一次到部队 我原来的天津 他是曲艺之乡 因为他有很多曲艺观众 基本就是半腊专业演员 所以一般作为新人演出 是很难很难 就赢得那些老观众的认可的 所以这半年几乎是很痛苦 就是底下没什么反应 嘻嘻啦啦的 又有几个掌声 人家老先生一上了 老先生说 但是来北京了 就当时我们叫二炮我们盘 我们领导说 你这个相声考试 这没观众怎么考 你这样吧 借你一身军装 先跟我们下部队吧 当天晚上到部队演出 第一场部队的礼堂 我一上场 说的第一个包裹 这底下什么反应 像打雷一样 就 就那个掌声 然后那个笑声 就一上高一上 就一下就感觉 就给我弄傻了 你没经历过 还有这么热情的观众 所以那一圈演下来 不光是这个单位认可了我 而我恰恰也认可了部队 这样的一个平台 王浩浩你呢 你们这个专业也卫兵服务 对 因为我们在每次参加大赛 取得成绩结束以后 都会这个尽了心理 因为第一是感谢这个部队的这么多年的这种培养 再一个也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 但是每次我们也利用一些时间 也要到这个基层的一些部队 去慰问 去跟这些官兵 然后一起去参加这样的乒乓球的比赛 包括一些互动 也让他们感受到军队的一些体育文化 实际来讲我们也要不断的要去推广 你都是世界级的顶级高手了 和我们普通基层的战士要是对打起来 你是一种什么心情啊 我觉得其实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能够零距离的 面对面的能够跟这些战士们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因为毕竟这个岗位不同 可能我们的岗位是在这个运动场上 但他们更多的可能每天是面对的一些 也是很苦的一些训练 但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责任更重一点 但是靠什么 可能靠这些业余的时间能够去调节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这种感觉 特别好 接下来咱们还有个小环节 因为今天是个苏期档 我们有一个小测试 就看一看你们这个默契指数 心有灵犀 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咱们做一个测试好不好 好 来 这样我们每人发上一个小黑板 很简单 两个人是要背靠背的 不能抄袭 谁也不能看 要同时做出答案 然后同时举牌 我们看看答案一致不一致 我来提问 王浩比赛有什么样的小习惯 好 三二一 亮提板 小雅这边说的是整理衣服 王浩斯一写是打电话 就打电话整理衣服 看来这个差得有点语外 你先解释一下 整理衣服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就比赛前 包括中间休息的时候 她特别会把裤子 衣服弄一弄 但是可能也是一个 你说的是在赛场上 对 赛场上 丑老师问的是 比赛前 马上快比赛了 或者这一段 马上要准备比赛的时候 那是我理解词 我的确实打电话 打电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咱们下午 举例的下午两点半比赛了 你会在中午这段时间 中午给她打一个电话 甚至马上比赛前 上场之前也会给她打 一般都说什么呢 其实倒也没说什么 我有的时候告诉她 我说今天有转播 这个你看一眼 或者说这个 要比赛了 马上要比赛了 那就可以了 但最主要我是觉得 可能我 因为在大赛之前的时候 肯定多多少少心里 也会有一些压力 也会有一些紧张程度 我是想把这个紧张的程度呢 实际转换一下 可能没准一个电话给她了 她没事紧张了 我就轻松了 是骗的 转换 就是说 老婆我下午两点半 就要比赛了 你看一下 她这好了 小牙开始就紧张了 哪个台呀 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排茧的一种方式 好 继续第二问 请问 王浩的口头禅是什么 比如说我在家里的口头禅 就是 老婆 你辛苦了 你怎么那么钻呢 周葵的口头禅就是 见着厨师就嫁吧 来 三二一 两题 我再说一遍 我你说最后一次 天哪 她是谁呀 不是 她是终结者 你看这两个人答案 你看 我们摄像头 两个人答案 虽然是用词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意思是一样 这个有一点终结者的感觉 大家不要误会 平时对我还是挺好的 关键就是因为 我是一个挺慢性格的那种 然后她平时是比较极性子的 中美小伙 一般她说几遍我都还是没反应 就属于你给她讲个笑话 现在不笑 第二天早上睡醒了 她乐了 问我 你秋天晚上讲个笑话 什么意思 哦 慢 你慢了 没慢了 我有这么夸张 打个比例吗 她一解释这个呢 就和我刚才那个表演状态 和那潜台则机都不一样 刚才她是 我最后说一遍 现在是呢 早上 什么意思 你再给我讲一遍 好好好 那我最后来说一遍 就是有这么一个姓周的厨师 她的口头禅呢 她是 是厨师你就驾吧 尤其是军队的厨师是吧 对对对 这个问题基本上完全达到一致了 好 第三问 这个应该很简单 王浩小雅各自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火锅 水果 榴莲 火锅 天哪 这是完全一致啊 火锅是谁 火锅 她是火锅 对对对对 她这么喜欢吃火锅啊 特别喜欢吃 我跟她出去 只要出去吃饭 她每次问你想吃什么 我都不想说了 已经 就我说什么 她都会把我带到火锅了 实际上她问你的就是完全是一个非常虚假的心理 就是不得不客气一下 对对 呃老婆你喜欢吃什么呀 她特别渴望你吃火锅 好好好 对对对 你如果说我想吃西餐 哎呀 我都还是火锅吧 对对对 都就是这样 是这意思吧 火锅便宜 香雅 哦 火锅便宜 那你那个榴莲和水果应该是都是小雅的 对 就是她喜欢吃水果 其中最酷爱是榴莲 是吗 对 我记得以前我给她买那个榴莲 买完之后 她在房间吃完 吃完之后 他们那个宿舍 是那种一长六的 就每个人一屋 一个人一走廊 就走廊的 完了她吃完之后 她就把榴莲经常 就是给 她不是放到自己 我给她不是放到自己她的门口 是放到可能 我们有一个过道 有一个垃圾桶 垃圾桶 或者放到其他别人房间的那个门口 反正就有时候经常会有人出来喊 这谁又吃榴莲了 这么臭 实际来讲 就是为了帮她那个什么意思 要不然老以为她吃 我明白了 她是嫁祸于人 嫁祸于人 好 这个完全一致 一起去过哪个地方最难忘 杭州 二位是白蛇许仙投身的 同时选择了杭州 因为是我们俩第一次单独去旅游 我们俩她连北京周边郊区都没带我去 这么狠 对对对 这第一次去旅游 就她专门带你去旅游的 对 二人世界 对 为什么难忘呢 就是因为第一次嘛 专门带我去旅游 然后那个地方因为又特别美 又划了船啊什么的 关于杭州的美景嘛 我们观众朋友都知道 但是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就特别想知道难忘在哪些细节 而且黄州 黄州我觉得她的生活非常的悠闲 不我们不说这环境的事 就是说两个人的细节 继续老师动作已经变了 就是第一次细节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酒店的阳台上 完了看着西湖 然后还回 喝着茶 喝着红酒 我忘了 就是想要我们两个人特别的那种 休闲的那种状态 喝完茶以后呢 她就还拿了一个那个特别大的那种相机 在学着给我那个拍照 拍照 也是第一次 好多第一次 就是她那时候你就充分感受 这个男人还是挺浪漫的 因为我跟她好 她也会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我记得她去排练了 完了之后 她把他们房间料理给我 之后 她一回来的时候 我给她买了床上的四件套 全给她换上了 而且全是红色的 因为她属兔子的 所以 属兔子的 所以上面床单 背罩 包括整个套上 全身就带这种兔子 全给她换上 那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 刚认识的时候 然后从那一次以后 就没有下文了 就基本上我忙活她 我忙活着 因为她就很忙 然后回来 就是基本上 她就不会想到太多 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要怎么浪漫 怎么就很难 一般男人结婚前和结婚后 就是不一样 但是她就奥运会结束那一次 就是好不容易她觉得有时间了 明白了 听着还是挺感动的 真的 下面啊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 小雅最喜欢什么花 是六一花的 还有蟹蓝花的 包米花 坏了 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自省 我老婆喜欢什么花来着 我都不知道 喜欢什么花呢 亮提板 你是不是偷看了 没看 天哪 她先写出来的 我完全 我是监督者 我监督者 两个监考 这个我同时 同时 那这个真的 我只跟她说过一次 而且她好像没给我买过 又这事大了 从来都没买过 她会知道你喜欢白色 我只说过一次 我还以为她都忘了 那王浩为什么不给人家买一只百合呢 买了她不记得 买了吗 我记得都是玫瑰 为什么都送我玫瑰 玫瑰它代表男人的一种心情 她希望您的那种 像这个火红色的一样 一种爱情 是吧 我媳妇也喜欢玫瑰 尤其那段时间 北京流行的叫蓝色妖姬 是吧 对 情人节前两天 我们在那个把店门口 正好 有卖的 我说我正好 马上过情人节了 我说我给你买一只吧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说这孩子真是什么事 这孩子 不是过两天情人节了 那时候贵 你再买吧 我媳妇多么会过日子 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们结婚纪念日是哪一天 这不等于白问吗 这不 13年1月17号 13年1月17号 那当然 这是一生都不会忘掉的日子 大日子 这个是有选择的吗 有选择 也稍微选了一下 就是在那一个月 卡了一下 对 但是就是这会儿 就是他说 到这个可以 我们俩也也属于顺其自然 然后我说那也不用求婚 他说 求什么婚来说顺其自然 他没有 谁求谁啊 好像说了 说了说了 谁求谁啊 很好很好 其实你看刚才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小的互动环节 我们就马上能看到他们两个人 从这个相识 相知到相爱 到今天组成一个小家庭 这样一个全部的过程 再一次也是祝福你们两个人 还有宝宝 幸福永远 健康平安 谢谢 好了 我们这个小团体就到这里了 但是最终呢 我们为卡君主的主题是美食嘛 是做菜嘛 还要请我们周大厨 给出一个最终的评判 这小夫妻俩 最终谁是今天的为卡新星呢 这个结果其实已经出来了 这个小雅平时在家 造过孩子 造过父子 父子的多 是吧 这个咱们王教练平时这个 孩子在准备的一些 是吧 比赛 是吧 照顾家人少 我觉得今天啊 菜本身也是小雅 做得很漂亮 是吧 做得也很好 我觉得呢 应该是 小雅 我现在我像编导组啊 还有观众朋友 我严重提出我自己的意义啊 我觉得我们这个周大厨呢 随着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延伸下来 他的评判越来越不是专业性的 他很像一个正宫干部 你知道吗 他在搞平衡呢 是吧 他这个理由找的 他都是 我就知道 问你菜 谁做得最好 小雅呀 做得也漂亮 你不觉得这个排骨难度更大一点吗 难度大吗 一煎 一杂 一骚 时间长 大吗 当然它比那个菜难度大一点了 你完全是在搞家庭平衡 你知道吗 虽然我同意你的观点啊 但是我觉得你专业性 你说话你这个不够直接 王教练你别失落啊 你大小讲那么多是吧 你看你看你看 这个 平衡主义你现在 今天就失落一词啊 好吧 好吧 好 请 祝贺 平时别人给您颁奖 最后你可以给你夫人颁奖 我们又一期的魏咖星星 我以后还得努力 对了 好 祝贺祝贺小雅 谢谢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最后呢 还请我们的魏决大咖 周少强 周主任 教我们做一道经典的佳肴 好 周大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 什么大家伙啊 首先看到了这一条大炒鱼 我刚才看了这个王浩教练啊 他给这个小雅做了一道什么菜呢 糖醋的排骨 我给他做一个脂肪低一点的 鱼 糖醋的 珊瑚鱼 砸出来像珊瑚一样 糖醋珊瑚鱼 珊瑚鱼 我说不是糖醋 珊瑚鱼 我都糊了 这怎么吃 这个珊瑚鱼 珊瑚啊 好 您开始操作 以草鱼为主料 要这么一段啊 因为我们家的锅不是太大 按小一点 对 好啊 哦 这个 这是要片成片 不片片 就连骨头带肉都下来了 就用这块肉 就用这块肉啊 咱们看一看 这块肉子比较厚 好 要把刺儿片掉 这条鱼呢 讲究就是刀工 刀工 但是呢 就你这心细啊 没问题 没问题 肯定能做出来 看好了 学会了别宝博士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改刀了 看刀工了啊 从中间先片一刀 片一刀 片成大片 啊 片到了皮 啊 不要片断 啊 明白了 哦 本身它还是连在一起的 连着刀的 看到没 这个估计给练一段时间了 是 要刀工 刀工 没问题 嗯 它这个心细啊 大大心细 嗯 这刀跟了我 哎呀 嗯 小二十年了 是不是啊 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 参加过大型的比赛 这什么 这上面还有字呢 你看 是的是的是 啊 这还有字呢 你看周少强专用 你看 宝刀 这上面有字 有字 你属于宝刀不老 宝刀不老 还得用一下 切成大片以后 啊 然后再改它的十字花刀 十字花刀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刚才是这么片的了 是吧 嗯 然后呢 交叉的 十字状的 嗯 先切一刀 明白了 也是倒皮 但是这个是要立着切了 对 是吧 哎 你看 哦 完全靠手感 靠手感了 还是要连着这个鱼皮 靠功夫 明白了 明白了 就跟我们打青黄球的这个手感 手上的感觉 你的手上劲儿大小 是 这把刀就跟你 青黄球 青黄球 就跟一般一样 这个鱼啊 它可以改很多花刀 嗯 也可以改成葡萄花刀 还有葡萄 对 砸出来像葡萄一样 还跟 哎 这样如果我们改成小的呢 就称了菊花花刀 这是菊花的 哎 厨师啊 讲究刀工 嗯 那是漂亮了 非常漂亮 这个菜就讲究刀工啊 没问题 像那个大的一个鱼鱼串 对 王教练没问题 一练三天五天也就会了啊 没问题 发现我还得有一个像您这样的兜 哈哈哈哈 没错 没错 他给瞎我 瞎我事 顺手 那就是我平方球打不好 得需要你看个拍子 哎 武器很 这个切好了以后呢 我们进行腌味啊 盐 要有底味 盐 盐 要有底味 有个三到五克 嗯 料酒 嗯 料酒呢 做鱼呢 可以稍微多来一点 去腥 三勺都可以啊 来点葱姜 葱姜 给它腌腌味啊 去腥 真香 这个时候它给它轻轻的 抓一抓 轻轻的啊 不要使太大劲 是 搂一下就可以 劲 你带着那个条 全加进来 嗯 腌个十分钟啊 十分钟 我特别关心您 那个水果是干什么用的 水果有给它做一个配料 因为是糖醋的 糖醋的 你给它撒点水果 尤其是小雅 喜欢吃一些水果 刚才我们也都了解了 了解了 你真有心人 但如果有榴莲 就更好了 榴莲今天确实 我是不知道我之前 要有的话 我肯定就撒个榴莲 你做一个糖醋榴莲珊瑚鱼 最后吃的又酸又甜 又臭 这个刀在人家厨师手里 就特别神奇啊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您这弄这几种水果 都我平时给我孩子 对 必选的几种 大汁啊 对 只要是还是比较 那个维生素啊 含量比较丰富 对 比较健康 这边呢 我们就点火 做油 先点火吧 砸这个鱼呢 要大油量 这么多油啊 油面要宽 我的妈呀 哇 但是呢 其实呢 它其实损耗不了多少油 把这个腌好的鱼 给它拿过来 减去葱姜 为了让它饱满 这个时候呢 要打一个鸡蛋青 加个鸡蛋青 就是靠手 为了是让它饱满 加个蛋青 充分的和这个蛋青要裹在一起 还需要一点干粉 这个时候要加什么呢 面粉 地瓜粉 这什么 地瓜粉 这是地瓜粉啊 为什么是用地瓜粉呢 地瓜粉啊 它的这个 吸水性强 最后脆性强 扎出来要酥脆 我怎么感觉这已经不是鱼了呢 这不像一块妈不 好害死 这还能吃吗 一定要抖散了 差不多了 一定要抖散了 要不然这个珊瑚它就散不开 明白了 看到了吗 一定要抖散了 做厨师也要胆大心细 油温 油温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表面开始有洞了 有洞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了 好嘞 可以这一层一层的 像门帘似的 是这样慢慢慢慢的 让它一层一层的定型 是吧 让它直了 漂亮漂亮漂亮 哎呀 像 这个油里面像开花一样 散开了 你看散开了 充饭全散开了 每一根全都自己独立存在了 是的 又真漂亮 这要扎多长时间 主任 这个要扎个 三四分钟 三四分钟 炸的时候呢 可以往上面浇点油 鱼皮上面 对 鱼皮上浇点油 让它都充分地受热 你看它整个是 就跟那个鱿鱼一样 整个就往里面卷了一下 整个就往里面卷了一下了 这个鱼的鱼肉的颜色 要炸到什么程度呢 要金黄色 像我们的薯条一样 明白了 这个时候也是把鱼 要翻个了 这个时候 要翻个 再来一个 搭一下 你看 心有灵犀 搭一下 咱们都是准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交流了 其实应该用大一点漏勺 对 哦 根根立着 王教授你有话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漏这么一小时 全家人镇住 能把人镇住 没错 一定要把水分给它炸透 否则它待会儿 一放凉了以后 它就塌了 就塌了 一定要炸到它的脆 外脆 可以了 先捞出来 还有一个叫复杂 稍等一下 好 稍量一下 二次下锅复炸 这是因为什么 第一次是让它成熟定型 第二次是让它表皮更加的酥脆 好 碰碰油 这就是一堆薯条吗 不是根根立的薯条吗 这就是一堆薯条吗 就是呀 谁能把薯条都立起来炸的 先放在这里 下面我们开始炒个汁 放点底油 用到了番茄酱 像刚才你一样 用到的番茄酱 这个也是珊瑚的颜色 是的 要用小火来炒 炒出它的红油 炒出它的红色 一定注意是小火来炒番茄 火大了以后容易把它炒糊 炒完以后呢 给它加点水 这里边还要加什么调料 这个时候就放糖 糖 糖呢要多放一点 这是一个甜口菜 对 一定要吃起来酸甜 这个适合老人小孩的口味 放点醋 这是白醋 白醋 一定要白醋 一加这个橙醋啊米醋啊颜色就会变了 所以是白醋 要来点盐 因为这个光有酸甜呢 没有盐来蹭脱了 它的味就体现不出来 这个盐应该是底味 但是不能吃出咸来 对了 好 调好味以后 我们来点水淀粉 要勾点芡 勾点芡 勾芡要一点一点的下这个芡 不要太着急 慢慢的勾 你要是一碗呼啦圈倒进去 火也别太急 就变成酱糊了 我也别太急 也是小火慢慢熬 要来点明油 一定要这个热的明油 它才亮 增加它这个亮色 轻轻的扒了一下 这个芝的明亮起来了 这个时候并没有就做完了 还要需要的就是把它立起来 把什么立起来 把鱼 把鱼还能立起来 对 一定要像它珊瑚一样的立起来 才好看 要立起来 对咯 这像珊瑚了 这就是珊瑚 这像珊瑚了 刚才躺的就像拖把的头 我这想力怎么这么差呢 我看拿什么芝起来的 这没有什么 就凭它自己的许刀工 绝了这个 这个时候 就是刚才你在下锅是有意识 就是一边是平的 一边是 我这才发现这个逆境 我说呢 我还刚才说 为什么两边不一样呢 它是先你看 它是先把这个底端下的时候呢 就是上边 是吧 然后上面这个它是平的 它好立起 对 周伟老师啊 您这不干这个行业 真是亏了是吧 你太绝了这个 洒落星星点点的水果粒 交针也得讲究方法 心心点灯 你看我的家门 真漂亮 这道菜我们就做成了 真漂亮 这个针呢 可以用个碗装起来 戴上 糖醋珊瑚鱼 是的 已经完成了 今天我们在一起呢 我们也感受到了这样一个 文体连妹的一个夫妻 他们甜蜜的爱情和小家庭的生活 而且最难得的是 学习到了我们周大厨 这样一个绝世之作 珊瑚鱼 咱们约定好了 当你们在奥运会凯行而归的时候 周大厨亲自到队里面 给他们做上几道精美的食品 好 好不好 好的 好了 谢谢 点燃幸福生活品味美好人生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观众朋友们 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制作珊瑚鱼的主料是草鱼 配料有火龙果 猕猴桃 橙子等水果 调料有番茄酱 白糖 白醋 盐 干淀粉 料酒 来看做法 先将草鱼摘洗干净 取半扇肉 这部分的肉最好 剔除鱼骨 先集成大片 再横积成丝 这时用刀要十分小心 千万不能切断 然后用盐 料酒 研制一下 接着锅里加入宽油 油要多 将鱼拍上干淀粉 带油漆成热时将鱼入锅 炸至金黄色 捞出 带油稍微凉一下 将鱼再次放入锅中复炸 然后捞出 现在锅至火上 加油 番茄酱入锅 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水 白糖 白醋 盐 用水淀粉勾芡 再倒入明油提亮 最后将糖汁浇在鱼上 就完成了 珊瑚鱼的特点是 造型逼真 鱼肉酥脆 酸甜适口 营养丰富 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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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